肌肉和肥肉 哪种更抗纵 在面对同等伤害时 软绵绵的肥肉会比强健的肌肉更有性价比吗 这是一场真男人之间的对决 谁更能承受得住榴弹的打击就能获得2.5美刀的巨额奖励 第一轮使用的是超大号的粉笔弹头 由肌肉小哥抢先体验 为了能更好地调动全身的肌肉来应对测试 小哥当场做起了3722个俯卧撑 然后鼓起勇气开始了挑战 小哥不紧不慢地摘下头盔 露出一脸轻松惬意的笑容 本以为他这是通过了测试 没想到还是破防了 紧接着轮到了一身肥镖的小胖 他究竟会有怎样的表现 面对同等的伤害 小胖的表现就要比肌肉拿好得多 看来肥肉确实能抵挡住一部分伤害 随后进行的是爆炸弹测试 到底是一发入魂呢还是一发入魂 在榴弹接触到皮肤的瞬间 肌肉哥立马双膝跪地 还没等他缓过来又遭受到了爆炸弹的碎片攻击 疼得他嗷嗷直叫满地打滚 站起来一看才发现肌肉已经被打出了淤血 大腿处更是被碎片刮得惨不忍睹 好家伙这嘴是真的硬啊 接下来就让小胖沉浸时感受一下 小胖就比较聪明 用圆鼓鼓的肚子将爆炸弹弹开后迅速逃离了现场 成功避免了爆炸弹带来的二次攻击 事后对比了一下两人的肚子发现受到的伤害也差不多 于是夺损的测试员发起了第三轮测试 而测试用的榴弹也变成了150克BB弹 为了防止测试员射偏 肌肉哥选择用壮实的大腿来承担此次攻击 这一梭子下去小哥愣是一声不吭 转身跑进小树林里偷偷抹起了眼泪 可当发现追上来的测试员后他又不疼了 事后一看大腿已经变成了轻一块子一块的 看价是没有十天半个月是很难恢复的 亲眼目睹这一刻的小胖更是被吓得瑟瑟发抖 将库子提的老高祈求测试员不要误伤到其他部位 伴随着一声枪响 小胖下意识地就用手去打 没想到测试员还是射偏了 估计小胖这两天是不能做了 最终肌肉哥获得了比赛胜利 毕竟这比赛比的就是谁的嘴更硬